她说的从这个路口出来 然后左拐一个商店 这个黑漆漆的蛮吓人的 我左拐过来我愣了 是不是那一家店 我去看一下 像是这一家 要开始对暗号了吗 老板 有没有一个人这放了一把钥匙 我刚刚过去 我也是在这里 你要不等暗号过来 暗号上车子去了 等一下回来是吗 拿到钥匙了 同时还蛮细心的 还把电话号码和名字写在了上面 然后手机也快没电了 有点慌 现在就要出发去给猫尝食了 给大家说一个尴尬似的 今天本来就想着拿了钥匙 就去机友家 结果 回来的时候才发现钥匙弄带了 也就是 我机友他以为他不回去说睡觉了 然后把钥匙寄到我公司 结果我今天又直接外出 忘了去拿钥匙 然后我现在又返回去拿钥匙 然后再去机友家 只有7%的电了 我要赶紧走 他这个锁我真的是死活的打开 这个猫咪是真的挺疯的 天呐 猫也爱玩这个吗 你看 粮食也到了 为这个就有bug 跟那个乌鸦脱水一样 然后就这样进去 然后就只能把它弄倒 鬼鬼祟祟祟 烫个头 干嘛 咳咳咳咳咳 猫娘抓起来咯 猫的屎真的好臭啊 产量惊人啊 朋友还蛮细心的 换了一个粉色的单子 可惜 我喜欢蓝色 我都准备了一套睡衣 是一个长久站 这个人很过分啊 出去浪半个月 然后就天天的给他铲食 不要为我 为什么这么热的天 还穿一个 长袖的睡衣 因为本人对猫毛 然后是比较过敏的 然后可能是长时间 接触猫 他身上会很痒啊 然后起疹子啊什么的 虽然很喜欢猫 可能未来是养不了的 也许会养一两条小狗吧 自己看吧 刚拿着衣服 刚躺下 就全是毛了 说事说事 准备睡觉啦 拜拜